令我想起一些不快的 我扮魷魚遊戲 穿著盤子吃東西 我記得這個位置 YOW我是波子 繼續波子吃不夠 帶你吃運全港狗 去到葵芳這邊 又來美食嘉年華 今天第一天 要開放即場吃東西 讓大家看看 究竟美食嘉年華有什麼好東西吃 有什麼好東西買 還有今天有點下雨 Let's get right in 新車車出戰第二天 這次是五元入場 地圖很小 真的要考硬力才行 我們分了休閒食品區 餐飲用具區 健康養生區和餵食區 餵食區是職場吃的地方 現在我們先走了休閒食品區 主要是冷藏海鮮辣味燒肉 看到這麼多人空在一起 看有什麼表現呢 是火辣辣的土皮毛 CAMMAN我都有土皮 看來我可以先跳兩下 有榴槤泡芙 很吸引 但全部都是雪藏食品 有榴槤薄餅 榴槤泡芙 還有雪米池 雪米池應該感覺上次的月餅 是否剩下的 還有一樣的 哈囉 果然喜歡吃榴槤的人 都會認識我嗎 說笑而已 有糖珍 糖珍吃肉嗎 他應該要先看乾乾淨 他不可以拿榴槤 有頭髮 有糖珍 我這次不會被傘傘騙了 買不漂亮的金華火腿 現在下著毛毛魚 它不是有啞傘頭 它是有漏洞的 所以這裡又濕又焗 感覺好像要進了熱帶雨棱 嘩頂不住了 好大雨啊 減碟減碟 真的大雨 我聽到跌跌跌的聲音 我覺得第一次走美食 嘉年懷要開著傘 韓國從業蟹醬油蟹 CAMMAN敢不敢跳 現在開始排隊了 快閃排雪糕 香港人除了獅子山精神 還有排隊精神 現在我們開始走去健康養生區 CAMMAN3號停下了 準備要入貨了 入鮑魚了 200元有10罐 都是鮑魚乾貨 鮑魚乾貨和鮑魚乾貨 最有特色就是萬聖節氣氛的裝飾 CAMMAN快要帶回南瓜頭陶龍 現在有加成 有馬上吃的包心極品鍋 試試 有鮑魚冬菇豬皮 又說有心的 又說有心的 45元他說包心 心我看不到只有豬皮 好試試鮑魚 45元三隻 OK的 不過又不是特別好吃 起碼它不韌的 我想它也是 想煮個45元兜鮑魚 然後等你買的鮑魚罐頭 這鮑魚比鮑魚 剛才是不熱的 比較淡味的鮑魚汁 不算太濃的 我覺得都是普通的 原來這鮑魚好像不夠軟 少少未夠熟的感覺 可能煮得不夠久 你看看對比豬皮 現在大到 比這塊面 整塊魚肚 好像是一隻鮑魚 好厲害啊 它真的包心 它豬皮煮得好像海參 平日吃豬皮煮得這麼久 的入味應該是很滑的 但它好像海參 剛剛煮熟的感覺 我覺得就不值得吃了 我寧願買鮑魚罐頭 就好像我現在直接開 三號買的鮑魚罐頭一樣 都是20元有三隻 這個45元 都只有三隻 包心極品 哪裡極呢 極似海參的豬皮 嘗嘗羅漢果川貝 它說熬夜都適合 好像我那些 熬夜剪片拍片直播 我發現有點奇怪 有時候有些人 他不說話 就拿著手機 大家可以歡迎找我合照 但不要叫我說可不可以給我耶 我不是動物圓星星 可不可以表演爬屎佛嗎 我可以爬屎佛 但我不會讓你看到 終於到了阿俊想去的地方 就是餵食區 但很搞笑的是 它放了螢光牌 想要給你們打卡 但怎知道有棵樹頂住了 旁邊有兩個垃圾桶 放在餵食區的門口 究竟是想給人打卡 還是想怎樣 要吃呢 對呀 阿松露燒賣 那麼好吃嗎 台灣食物 大腸窩仔麵 豪仔餅的朋友 明天有嗎 我沒空去教明天才有 那真是無緣 還在窩 送窩 這裡有一個搞搞鎮西瓜 每個人都拿著西瓜到處走 讓我試試 有一個攪拌器 攪西瓜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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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到屁股有點痛 我令我想起我用電鎮炒飯 現在用攪拌器攪西瓜 Fusion 耶 HONNY我走得太前了 其實剛剛在攪西瓜的時候 我已經想說 一來又撿走了我的西瓜肉 又不給我 二來呢 一來它攪拌的時候 中間最甜的位置 撕掉了汁 飛出來 最甜的位置被攪拌到沒有了 還有製作過程也挺噁心的 你看它旁邊 真的攪拌完的西瓜 讓我想起我要逃手開西瓜 算了 西瓜冷得不夠冷 它不像冰沙撞一樣 完全是攪拌了西瓜 然後被你撕 普通一點 這個35元試一次算 而且看到攪拌完西瓜的樣子都不吸人 它真的攪拌了 好好地一個西瓜就怎麼攪拌它 還有台南正宗柯仔手爪餅 是不是真的這麼正宗 看圖就很吸引 經過上次的美食展教訓 黑松露燒賣 出來的樣子都可以是地種燒賣 好香喔 這次在煎柯仔 上次在美食展請我吃榴槤那位波友 又送了兩個東西給我 多謝他先香港製造 收不收卡80通 我請給你吃吧 不要不要不要 一雪前恥 不同不同 這個是我想吃我要付錢 不同的 可以了 我看圖仔的送禮很威動的偶像 要不要拍照 好啊 好啊 由小看得高過我 又是魔術片開始看 形容好啊 柯仔手爪餅好不好吃 他說一雪前恥 剛剛還說想請我吃 我說不用 我想吃的東西是我自己付錢 從來都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想吃 熱鬧的 它的手爪餅還是脆脆的 哇 跟上次的燒賣真的差很遠 這次真的有柯仔 柯仔是新鮮的不臭的 柯仔有很多汁 咬下去它的汁都流出來 它加上泰式甜酸醬 我覺得不是正宗台灣的感覺 但也叫做新味道 如果上次是失望 這次是合格有多的 但我很難刺起它 如果它給我兩支竹籤 我覺得是很難刺得到的 有少許拉絲 水高到這裡 35cm左右 我吃完下去 蛋味蠻香濃的 芝士也很拉絲 但它的份量 如果吃一個真的很重 要想一想 因為吃完它會很飽 不像肉脂燒 明明肉脂應該甜甜的 但它吃起來像鵪裂般 半熟 味道是不差的 當它是鵪裂的吃 先吃一半 再吃 多謝它先 太客氣了 但大家不用送給我的 如果想吃的話我會自己買 放心 自費非廣告 不要吃那間 不要吃那間 超難吃 OK 真心 有波友跟我說 不要吃那間 超難吃 左邊的 不知道是什麼 好 先試試